这波行情高点不再创新高了 是否能够低点破新低呢 需要在之后看 目前来看低点还没破新低 低点在这个位置上 包括今天价格所出的最低点 这条线价格所出的最低点 和最下边的这条线价格所出的最低点 1.18的这个位置的最低点 它是构成了这波欧元下边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这波是它的支撑位置 处在的这个区间 我们也叫做欧元的支撑的区域 这个数字是今天的低点 和周五的低点所构成的一个 这条线价格所出的最低点 这个区域是一个支撑区域 这个支撑阻力的这个区域下破之后就打开下进的空间 就是从它的完结架到它的这个低点 实际上这波的大阳线的起伸点是具备反转作用的 就假设这里边有一根K线的话 它是先跌破了大阳线这个双K反转的底部去往下 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偏空 所以今天这个交易机会也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机会 欧元由上向下做欧元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易机会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仓位也比较大 2.8的一个仓位 这是我们这里的相对较大的仓位是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做二嘛 这个这个刺的是稍微多了一些 所以这是这是我们对欧元的看法 那美元是相对比较强的 就是吹改方案完了以后美元是相对比较强 所以欧元可能反映的反映的比较清楚一些 包括黄金也是走出了一波下跌的趋势 也是比较强的 那在此中间英镑是在这些图形里边是走的比较强的 我们在这个交易当中 我个人感觉这个图形可能会继续的穿下走 那当然日内不用看那么 不用看那么久 日内交易欧元有有大约走上45点 40点45点欧元就已经可以在交易当中 就是已经可以去把它去做单做出来了 所以不用去持那么长时间的单 把这张图的发送给